前日12月8日 終於有第一份新冠肺肺疫苗的醫學文獻報告出來了 因為之前很多時候都是一些藥廠的新聞稿 一面支持很難作準 今次就和大家看一看牛津疫苗的報告究竟是怎樣 這隻不是現在在英國打的那隻 那隻是輝瑞 這隻就是牛津疫苗 那它應該很快都會上市 那大家很大機會都可能將來打這隻疫苗 今天就和大家詳細分析一下究竟它的效用是怎樣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或者都簡單提一提這個牛津疫苗的原理 基本上它是用一個黑猩猩的腺病毒 黑猩猩的腺病毒 來做一個平台 這個腺病毒主要在黑猩猩身上引起一些比較輕微的疾病 這個病毒裡面當然有它的遺傳物質 藍色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黑猩猩的腺病毒的遺傳物質 另外有灰灰色的部分 這部分也是腺病毒的遺傳物質 這部分負責複製病毒 即是說這病毒當進入黑猩猩身體裡 它要大量複製 就要靠灰色這部分的遺傳物質去做 而在做這個疫苗的時候 科學家就在這個遺傳物質裡面 加了紅色這部分 紅色這部分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新冠狀病毒 製造S蛋白的spite protein 即是說這個新冠狀病毒 上高的一支支 這個就叫做S蛋白spite protein 主要負責做這些蛋白出來的基因 即是將它黏了下去 第一步我們要做的 未打之前 我們就要將它負責複製病毒的遺傳物質 弄走它 我們弄走這部分 沒有了這部分 病毒可以入侵人體 但入侵後就沒有辦法複製 我們將這個病毒 弄成疫苗 打入人體細胞 這個就是人體細胞 病毒進入人體細胞裡面之後 它就會釋放它的遺傳物質出來 當然這個包裹了紅色這部分 就是新冠狀病毒製造S蛋白的部分 這個基因就會利用我們人體細胞 作為一個工廠幫它製造一些 這些一支支的S蛋白 即是新冠病毒的S蛋白 這些S蛋白製造出來 人體就發覺到原來有些S蛋白出來 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免疫反應 去嘗試去對付S蛋白 當將來如果真的不幸 有新冠狀病毒感染我們的話 這個免疫反應就可以即時反應 即時去對付新冠狀病毒 保護我們 大家要注意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中期報告 即是說這個研究繼續進行 現在暫時分析到的人數 總共有11,636人 這一萬多人分成兩組 一組接受試驗的新冠狀病毒疫苗 另一組作為對照組 沒有接受新冠狀病毒疫苗 接受疫苗的一組人 總共有5,807人 這5,807人 最終有30人確診新冠狀病毒肺炎 其中並沒有嚴重到需要入院的個案 通常都比較輕微 另一組對照組 沒有接受新冠狀病毒疫苗 這組人就有5,829人 這5,800多人 就有101個最終確診 裡面有10個人是嚴重到需要入院的 其中兩個我們稱為嚴重的個案 一個最終都是死亡的 他們計算了一條數 整體來說 這個疫苗能夠預防新冠狀病毒的能力 大概是70% 大家可能都會在新聞那裡聽過 因為他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擺了烏龍 有一部分人去打疫苗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都打了兩劑 但是第一劑 有部分人只打了半針 第二劑才打了一針 相比之下 就有一個很意外的結果 因為 居然是說 打半針 接著再打一針的人 保護 就比兩次都打了一針的人 那數字是怎樣呢 我們就看看 這部分的人 就是兩個 全劑 兩個都是高劑量 兩個都打了一針 下面這部分的人 第一針 只是打了半針 第二針就是打了一針 即是低劑量加高劑量 我們先看看這部分 我們看這部分 主要就是 這支針 預防有病徵的COVID-19 即有病徵的新冠肺炎 兩種做法有什麼分別 兩次都打了一針 兩次都高劑量 兩次都高劑量 保護能力 這個針大約62.5% 但是居然說 第一針打半針 第二針打了一針 即是低劑量加高劑量 這個混合 保護效果 即是預防有病徵的新冠肺炎 居然達到90% 這個很奇怪 不是打多一點 應該效果好一點嗎? 會不會說做錯了? 或是錯誤? 我跟著就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完整的報告 披露了另一件事 就是 之前大家都可能聽過 其實這支牛津疫苗 它除了可以預防有病徵的新冠肺炎 它都可以預防沒有病徵的新冠病毒感染 全部打了兩針 兩針都是打了一針高劑量 其實不太能預防沒有症狀的感染 反而 一個打半針低劑量 再打了一針高劑量 這個組合 在預防沒有症狀的新冠病毒感染 效果達到58.9% 相當遠 即是說 低劑量再加高劑量 才比較有效 可以預防沒有症狀的新冠病毒感染 在有病徵的情況下 低劑量加高劑量的效果比較好 預防沒有病徵的新冠病毒感染 如果新冠病毒感染 低劑量和高劑量加在一起 效果就明顯好很多 如果這樣的話 即是說這種低劑量和高劑量的組合 效果比較好 並非偶然 即是說 在兩種情況 它都明顯好很多 這個是因為偶然的機會相當低 其實實際這種現象 都不出奇 因為大家都記得 因為我們使用的黑猩猩腺病毒 其實都是病毒 當人體感覺到有黑猩猩腺病毒入侵的時候 你打第一針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引起一個免疫反應 當你隔一段時間再打個加強劑第二針的時候 人體的免疫反應 可能會馬上走出來 馬上對付你第二針的病毒 病毒即死 第二針的效果就會差很遠 所以你第一針的時候 打一個小的劑量 在人體裡面引起免疫反應 不要太大 你再打加強劑的時候 即使是有免疫反應 也不會馬上殺掉你第二針 加強劑裡面的病毒 效果就會好一點 這個當然都是估計 我們需要再長一點時間 才抵得清是否因為這件事 至於大家關心的副作用方面 研究過程裡面 他就發覺有168個人 在打了針之後 是有些事發生了 有些事發生了 有些事發生了 就包含很廣 而且很多時候 一個人身上可能不止一件事 有168個人 有報告顯示說有些事 總共那些事的次數 有170多宗 就是說有些人 可能一個人身上也發生了兩件事 但是這個包含的事件 是非常多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 有部分的研究是在巴西進行的 它裡面甚至包含了一些 例如意外死亡 甚至有一宗被人殺了 大家都知道巴西治安一般 所以這些都包含了下去 研究其實都頗嚴謹 好像有很多明顯不關事的事情 它都包含下去 接著經過專家分析 最終都覺得 有機會因為疫苗產生的後果 最終只有三宗 我就跟大家說一說 這三宗是甚麼 第一宗就是 有人打了之後 就會發生了頻血這個現象 這個頻血叫做 Hemolytic Anemia 就是說 它裡面被紅血頭爆了 引起頻血 其實不是小事 但是後來發現 這個人其實並沒有打到 這個新冠狀病毒的疫苗 其實只是在對照組 大家就不需要理會這個人 第二個人就是在南非 他打了針之後 發高燒40度 這個人之後 沒甚麼時候 不用入院 就退燒了 他打了第二針 也沒有發燒 沒有問題的 這個人究竟有沒有打新冠狀病毒的疫苗 現在是不知道的 因為還未解盲 他可能有打 可能沒有打 但是不知道 遲些才知道 最後一宗 就是大家之前都聽過 就是脊髓炎的個案 現在解盲 發覺脊髓炎的人 真的有打到新冠狀病毒的疫苗 專家對於這件事的意見上 就比較 不是太過conclusive 就是不是太過 大家有不同意見 不過 就根據現在的報告來看 獨立的神經系統專家 就覺得 因為脊髓炎這些病 很多時候都沒甚麼原因 就算你不是打疫苗 在這個地方裡面 偶爾也會出現這些案子 很多時候都沒甚麼原因 那些獨立的神經專家 就覺得 其實可能都是 沒甚麼原因的多 未必跟疫苗有關 不過當然 我們需要再長一些時間 緊密地 monitor 著 那個研究的進展 看看會不會更加 有多些人有這些水鹽 我們才知道準確數字 但是 始終這些案子是非常少的 大家都不用過分擔心 這個牛津疫苗的研究對象 很多時候都是這些18到55歲之間 比較年輕的族群 其中很大部分都是一些醫護人員 其實本身這個群組 都是比較低風險感染COVID-19 所以現在出來的結果好像不錯 但是 研究一路再做下去 再做大些 包含了一些普通人 不是醫護人員 可能數字 沒有那麼漂亮 也不奇怪 因為這個研究 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還沒做完 一直在做 原理就是 等於你娶你老婆的時候 她20歲 當然是很漂亮 對不對 當她到40歲的時候 可能你又有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她很可能更加漂亮 對不對 所以 隨著時間過去 就多一些數據 我們那個數字上 可能會有些上落 大家要密切留意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留言 訂閱 按LIKE 下次再見 拜拜